战后原油怎么走 留给原油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近期俄乌局势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本周的俄乌第一轮谈判 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还要等待第二轮的谈判 有一句话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了 那就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这里的黄金万两不仅仅指的是黄金要涨价 也意味着在打仗之前要花掉大量的资金 每一枚导弹都是造价不菲的 并且还要面临国际舆论的压力 经济的制裁等等 这些都是出兵的成本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底气就在于粮草的充足 在2020年和2021年全球能源价格暴涨 俄罗斯利用这段时间大量的提高原油 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 俄罗斯也是黄金和法金等贵重金属的主要产地 这些资源给俄罗斯带来了大量的利润 外加同中国签订了30年的供气协议 中国近期取消了俄罗斯小麦进口的限制 这些都给俄罗斯增加了一丝底气 从各方的利益来看 美国无疑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 让战争持续发酵会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欧盟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利益 欧洲40%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受到制裁 欧盟明年冬天怕是要烧柴取暖了 乌克兰最惨连棋子都算不上 充气量是个棋盘 是大国博弈下的炮灰 俄罗斯主要的目的是让北约打消东扩的念头 如果战后还能扶植几个地区独立 也是非常乐意看到的 至于经济制裁 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此次制裁 普京肯定早有预料 并且普京的铁腕和美国创纪录的通胀也是公认的事实 因此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 真的是很难预料 我做不了专业的军事分析 但是金融市场没有新鲜事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原油市场有什么历史性的巧合 先说结论 每次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后 原油的价格都会出现回落 并且都是从高位回落 战斗民族好战 我们就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次战争来回顾油价的走势 按照时间顺序 1979年12月底 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 发动了长达10年的战争 1979年初 油价也就是在15美元附近震荡 到了战争的前夕 油价就已经上涨到了40美元附近 涨幅超过两倍 就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油价开始出现回落 随后的两年内回落到了30美元附近 之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上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是当天 也就是8月8日 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 在开战的前一个月 国际油价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147.2美元每桶 在战争之后 油价暴跌至了33美元附近 跌幅超过100美元 但这里面也有金融危机的一份例 2014年3月中旬 俄罗斯又出兵克里米亚 当时的油价在100之上徘徊 与现在的油价十分接近 在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 油价在当年年内暴跌回40美元附近 以上就是三次俄罗斯出兵后 油价出现的相似的走势 这是巧合 还是其中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沙俄时期 还是俄罗斯时期 战斗民族对于土地 有着非常强烈的执念 欧洲板块资源丰富 有了土地就有了钱 并且 俄罗斯的主要财政来源 就是靠出口资源 在沙俄时期 是掠夺式的发展 苏联解体之后 北约步步紧逼 无论是从军事的角度 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 俄罗斯都想把自己的势力 向周边扩散 就如同存亡齿寒的道理 没有存 那就扶植一个 的确 近期的波动不是一般的大 但是金融市场 如果没了波动 就毫无意义 我们的工作 就是针对您的风险承受能力 来推荐适合您的产品 供您选择 按照常理 或者经济学原理来讲 既安全 又有收益的产品 那就是无风险的银行存款 但是 还有这么一个产品 比较值得我们关注 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一定不会陌生 这个产品就是美元指数 首先美元有避险属性 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持有美元 需求增加了 价格自然会上升 俄乌冲突 可能不会这么轻易的结束 美国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 拖垮俄罗斯 俄罗斯开工没有回头建 一边是国际反战的舆论与制裁 一边是一一带水的乌克兰 没有办法放开手去打 相信俄罗斯 一定有把乌克兰打烂的能力 但是后续如何将其稳定呢 因为战争的目的 并不是要将其征服 而是要维持一个地区的稳定 乌克兰无数支离破碎的家庭 会如何看待山旁的巨兽 这只能是将乌克兰 推向了西方的阵营 推向了北约 美国也不能让它轻易的收场 另外一个政策性的因素 就是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加息是利好美元的 虽然说市场上有买预期 卖事实的可能性 但是这只是今年的第一次加息 现在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 保守的说至少有三次 那么每次加息都是我们的机会 但肯定不是加息的时候 我们再进场 那样肯定就不敢烫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GoMarket的美元指数 是没有仓息的 从交易心理的角度来看 是更加容易拿得住长线的单子 掉大鱼的 具体原油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美元什么时候有阻力 是短线获利还是长线更合适 如果您对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 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解答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评论点赞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